現在有關綜合就業資源計劃的安排 我們都盡量從一個寬鬆的角度去設計 不過一個很起碼的象徵式的安排 如果它連續在過往六個月 都因為沒有一個合理的理由 不去找工作 或者不去見我們的使工去幫他找工作 這樣才有個象徵式的扣減二百元 實際上我們希望大家都會明白 我們這次整個項目 都是希望能夠幫到 在現時六十至六十四歲 拿中門的人士 或者應該說將來是六十至六十四歲的人士 那部份他是健全的 有工作能力的人 我們可以盡量幫到他出去做事 因為我們相信不但對他的經濟會有幫助 亦都對他的社交 精神健康 自信心等等 都會有幫助的 所以這個我們都盡量從一個鼓勵的成績去幫 但是因為始終在一個制度裡頭 我們留下少許一個象徵式的安排 是令到他知道 如果他都不去嘗試去找工作做 都會有少許的代價 這個我相信絕大部分健全有工作能力的人士 都不會需要動用到這樣的安排 一千零六十元這個安排 我們覺得第一是清奮去告訴社會 在政策上的層面 我們的目標不是去省錢 所以有這個安排 但到最後的重點 都不是1060的問題 而是我們怎樣去鼓勵 和協助有工作能力健全的人士 出去找工作做的 所以不但在勞工處 我們已經有一個中高齡的計劃 去協助這班朋友 我們亦都希望可以加強協助 在我們的社會服務機構 幫社會福利署去做中立就業支援計劃的時候 怎樣利用到勞工處 和我們的再培訓局有關的訓練等等的工作 能夠幫到他們的朋友